大家好,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什麼叫離子 離子 IONS 其實是帶電荷的原子或者耳屯 離子可以從電荷來分類,分成為帶正電荷的陽離子 CAT ION 和帶負電的陰離子 N ION 那原子為什麼會變成離子呢? 由於原子很多時候是一個非白羽體的電子結構,也就是不穩定 它會透過失去獲得 從而形成穩定的白羽體電子結構 好了,讓我跟大家介紹一下離子如何形成 或者我先從金屬去介紹一下,金屬如何形成離子 金屬由於在外層電子是多了電子出來的,所以很多時候會透過失去電子 從而形成穩定的白羽體 或者我們先用納這個離子為例 納的原子序排11 也就是說中間應該有10粒質子 外面有11粒電子圍繞著 所以如果從電荷來計算 它的原子序的電荷應該達正11 而它的電子 應該達負11電荷 那麼大家會看到 當這兩個電荷加起來之後 它形成的電荷應該是0 也就是說它是電中性的 但是當納金屬形成了離子之後 由於它會將最外層的一粒電子失去 當失去電子之後 由於先撒一粒電子 變成10粒 10粒電子的話 電荷就負10 但是在過程來說 質子數目不變 仍然都是11粒質子 所以電荷正11 那麼大家會看到 它的電荷來講 由0 變成正1 所以我們如果寫方形式的話 我們就會 在這裡來講 我們會寫出 納原子 NA 當它變成離子的話 變成 NA的離子 納離子 我們會右上角寫上離子的電荷 1 正 但是1就不用寫 所以 我們就寫正 還有 那粒電子 好了 等我跟大家講一下 究竟非金屬是怎麼形成離子的 非金屬由於最外層電子 是不扣電子 所以通常一般都會透過或者電子 從而形成穩定的敗體 或者我們用氧為例 氧呢 它的電子杖是8 所以中間應該是8粒質子 和外面應該是8粒電子的 那如果你計算它的電荷的話 質子應該形成正8電荷 而電子應該形成負8電荷的 那在原子來說 電荷應該是等於0 也就是電中性 但是由於 氧 最外層只有6粒電子 是不是霸役體的跌構 它是不穩定的 所以呢 它要形成穩定的霸役體的話 必須要怎樣呢 是加兩粒電子進去 從而令到最外層呢 變成8粒電子 那麼當加兩粒電子進去之後呢 它的總的電子數目呢 應該是10 所以電荷呢 是-10 但是由於這個過程來說呢 它的質子數目 不不變 所以電荷呢 都是正8 那麼大家會看到呢 當正8的話呢 加出來的電荷呢 應該是變成負2 那麼我們如果是寫方形式的話呢 我們怎麼表示呢 那麼我們的寫法呢 就是說 氧的化合符呢 用O 會表示 那麼在過程來說呢 我們會加入電子 由於電子的表示方法 一定是E負 那麼所以我們寫E負了 那麼但是由於這次呢 它加入了兩粒電子 所以呢 在前面加回耳朵前面 那麼 而形成的養離子 養離子的表示方法就是O 而我們在右上方會寫上電荷 那麼電荷的表示方法呢 是會先寫數值 然後再寫正負好的 那麼所以呢 寫了表示方法呢 就寫E負 好啦 今天我介紹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